人之将死,齐言也不善,蓬佩奥才是特朗普幕僚里边最大的猪队友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 蓬佩奥这个名字这么多年下来应该是中国老百姓听得最多的一个 也是美国政界里边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一个名字 眼看着白宫这边权力可能是要交接了 目前还在认上这位美国国务卿最近又放出话来 而且这个话说的还相当刺激,说什么呢 他说美国还要继续对台湾承担防务义务 而且他说的是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要知道中美关系不管是什么样的基础吧 起码三个联合公报你是一个最底线的东西 特朗普一上台的时候很多政界都告诉了特朗普 三个联合公报这根线,你可千万不要随便碰,不要随便去挑 特朗普再怎么闹的时候,玩台湾牌也没敢玩到这个程度 但蓬佩奥今天说的已经非常狠了 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第一部分 这是把中美关系的底线和根基,他想彻底颠覆一下 目的何在?他想把人带坑里去 带谁?我感觉他带的还是谁?就是未来有可能拜登的团队 现在中美关系不好,大家都知道,但是底线没有突破 假如说他在那个任上的时候,率先把这条红线突破一下 突破之后形成一个突破口,把整个美国往里带 那么好,就算我卸任之后,你后边拜登团队跟不跟 你不跟着往里就往前冲,你要刹车,刹车不好踩 如果你踩不住刹车的话,你拜登团队不得不已在这个对抗路上继续往前走 所以这条路往上走下去的话,它的方向就是,即使你将来刹车了 中美关系也不会太好,你刹不住车,以后是我的功劳 这个坑可挖的不小 那么紧跟着又有一个口号放出来了 蓬佩奥在一个研究所发表这个言论的时候说 美国已经成功的干掉了伊斯兰国,其实有多少他干的,没他干的什么事 俄罗斯发挥作用比他大多了,说自己是成功的干掉伊斯兰国 而且还干掉了伊朗的苏莱曼尼,下一个目标就是马列主义 蓬佩奥,把整个马列主义当做下一个目标了 你听说过谁把一个主义当成目标的 美国当年麦卡锡时代的时候玩过这个把戏 把所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全部当成敌人来看待 谁稍微同情一点,哪怕读不了本共产主义的书 麦卡锡主义者就给你盯死了,中央情报局干多了一事吗 但是今天蓬佩奥把这话拎出来的话 那就已经是类似什么,我们说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味儿 所以如果我们比一比啊,整个特朗普团队里边 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不少能人呢 你比如说刚刚被开除出去的美国这位国防部长 其实那真是救特朗普的 当初特朗普这个在国内大规模骚乱的时候 曾经打算用军队来镇压 这位国防部长果断的制止了 说实话,要不是这位国防部长努力的去制止这个事情 到今天选举的时候 特朗普可就不是跟拜登近乎于其有相当 弄不好,不到选举,国内内战打起来了 你看特朗普整个团队里边 今儿开除那个,明天开除那个,幕僚是换了一批又一批 但偏偏这个蓬佩奥坐得奔稳 但蓬佩奥对特朗普的影响也是相当大 为什么说他是最大的猪队友呢 我们比比这两个人吧 特朗普是干嘛的 特朗普也反华 但他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反华 骨子里人要的是钱 反华是手段,要钱是目标 只要跟中国打完贸易战打赢了 重新签订协议 我还能够伸手啊 说中国人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这话还说得出口 只要把钱弄到事情 蓬佩奥不一样 蓬佩奥纯粹是为了反华而反华 全世界美国所有的这些利益 他拿起来作为赌注 是来满足他个人反华 或者反共心理需求的 其实如果不是蓬佩奥 作为国务卿 给特朗普带这么一条外交路线 特朗普本来完全有可能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即使有贸易纠纷 通过相对和平的手段去谈 什么资产权那些问题 中国都会跟特朗普好好的谈 并且履行我们阴境的义务 但是特朗普最后走向这种 这么极端的一个外交道路 不是蓬佩奥后面拱的 谁拱的呀 所以这个猪队友 干了这么一届之后 目前还想继续往前拱 这头猪又想给拜登继续定调子 给中美关系继续买抵雷 所以下面就看 这位猪队友的娱乐 拜登要不要 好 关于蓬佩奥在中美关系上 又想干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说到这儿 欢迎评论区里边 我们继续聊这个话题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咱们明天再说